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簡稱應科院 致力研發尖端的科技 透過同業界緊密的合作 促進本地蓬勃發展 在過去的一年 應科院取得美好的成就 以及穩健的進展 我們一起來看看它新研發的項目 Frank 我們買賣股票時 經常要做很多功課 你們的智能投資平台 可以怎樣幫到手 我們應科院的智能投資平台 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 來篩選股票 方便不懂編寫程式的投資者 進行自動化交易 例如設定買賣條件 風險管理指標等等 系統可以根據數據分析 以及自動化的交易流程 令投資者不會受市況影響情緒 在投資時就更加理性和客觀 我們與中銀香港合法 智能投資程式的比賽 從平均收益 勝算率和風險管理等幾方面 來探討實際應用時的方案 中銀香港非常重視 金融科技的營養 積極推進 智能化網絡金融平台的建設 同應科學院合辦的智能投資程式比賽 讓客戶體驗一下浸身的金融科技 以及測試人工智能模型 在投資營養上的有效程度和可行性 為我們的後遺孫準備 未來計劃會推廣的智能投資服務 以及其他相關的金融科技營用 楊博士 澤大物聯網究竟是甚麼 可否和我們介紹一下 澤大物聯網 MBIOT技術 是一種暫新的全球性通訊標準 這種技術可以用來連接和傳送 物聯網裝置的數據資料 智能管理個人、家居和城市裝置 和傳統的通訊技術比較又有甚麼分別呢 MBIOT的覆蓋範圍廣泛 穩定性高 可以同時連接大量的應用裝置 而且生產成本低又省電 所以我們致力研發 MBIOT晶片設計 將香港發展為智慧城市 我們還和全球領先的通訊技術發展商 SIVA合作推出解決方案 可以縮短業界取得 MBIOT產品認證的時間 我們也授權給生產商 製造符合標準的物聯網產品 接下來應科院將會繼續研發基礎設施 將技術商業化 同時開展前瞻的研究 培育應用科技人才 支持香港成為亞洲首一一致的 金融科技中心和智慧城市